胡雪原 他健毅勇为 而且有仁义之心 他不是说 我到处去捐献 到处去做好事 要求心安 他不是 我希望各位把这两个分开来看 一个是有所求 说菩萨 我今天奉献给你 你一定要保佑我 菩萨心里想你还威胁我啊 你威胁我啊 很多人跟菩萨没有办法沟通就这样子 我们只是说我该做的 我做了至于菩萨 你怎么感受我尊重你 这样才对 我们是为了自己 喜欢帮助别人 而不是想从对当中 得到任何好处 这样子对啊 就差这么一点而已 为上不予人知 你要捐献最好的办法 不要用你的名字 三个字最好用 叫无名字 无名字捐一千万 你什么后遗症都没有 你用你的名字试试看 某某某捐一千万 你就惨了 你姑妈从来不打电话的 马上打来了 你又一千万为什么不拿一百万给我花 一下捐掉 你当时发现你的亲戚还很多 平常都不知道的 你被自己找麻烦了 无名字 表示我的动机很纯正 我没有孤名钓鱼 也没有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同时也没有后遗症 就差这么一点点而已 胡玄从小就想做好事 只不过他没有能力 所以后来他有能力以后 抓到机会 他就撕粥 撕米 那有一次他去 把米 给那个穷人 你发现穷人就一次领了再一次领 那怎么办 他底下办事的人就很简单了 你来领米车把你一边眉毛剃掉 就不要跟你领过了 下次来两边都剃掉 你领两次啊 如果还要领第三次头剃光 你说这个办法好不好 非常不好 给人家一点点好处就要折磨人家 那人家回去很难过 在街上走啊 啊 这样走 他们说这个人领两次 你不很倒霉吗 所以最后那些人联合起来告到官里面去 说这个胡玄很可恶啊 怎么用这种方法 胡玄跟他道歉 说那不是我的意思 是底下人出的 从此不可以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好事 后果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就是因为很多人乱出那个意见 把你搞得很糟糕 他完全是纯正的 希望因为他从小穷 希望有人力的时候就帮助穷人 他没有其他的想法 他跟李鸿章斗 也不是想要斗垮李鸿章 不是 而是站在左宗棠这边 不得不跟他斗 其实是这样而已 大家如果要比较左宗棠跟李鸿章 我觉得很容易 你看民国初年那些军阀 通通是李鸿章的部下 没有左宗棠的部下 左宗棠的乡军 解散就解散了 通通回归故里 没有一个人当军阀 李鸿章的淮军 战后都变军阀 你从这里就可以了解 他们两个人的领导风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很早很早 就被称为胡大上人 他在上海 联合很多地方的绅士 宋米 还有司州 给那些穷人吃 大家都称他为大山人 后来见到左宗棠的时候 左宗棠也觉得他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他一下就给军队买了很多米 左宗棠非常感动 所以很相信 我再说一遍 行上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 动机要纯正才叫善 动机不纯正 几乎就是不善 那什么叫做动机不纯正 第一个为了孤民钓鱼 第二个为了得到好的报应 说善有善报 我为了善有善报去做 这是不对 那就是有贪恋 你会把这个上士到处去招摇 去传播 说我在哪里做了什么好事情 这都是动机不纯正 胡玄没有 胡玄在前堂间 办了异度 他是怎么办的 我把这段说给各位做参考 他有一天做渡船 那时候渡船是要钱的 做渡船的时候 因为他的衣服太破烂了 所有钱掉光了 不晓得掉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下船的时候 拿不出钱来买票 船夫要他把衣服透光 还侮辱他 没有钱 要白搭这个渡船 但是他实在非常难过 所以他就决心 等他有钱的时候 要办那个免费的渡船 使大家来回很自由 可是他这样做 也得罪了其他的同行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条江 本来就是这个人是渡口 他生意很好 你现在又弄个渡口 他生意就变不好了 所以人不见得说做好事 大家都会赞美你不见得 因为每个人记得利益不一样 每个人立场不一样 观感不一样 他的反应也不同 所以我也劝各位 你要做你就做了 不要管那么多 那为了减少后遗症期间 你就不要出名就好了 所以你看无名是又多了一个好处 谁做呢 你说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谁做的 反而可以保障你 那你不会招惹很多事情 你看那些渡船如果收钱的话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经常超窄嘛 因为他想多赚点钱 结果就变成失事灾难 如果说是不要钱的 他到时候就走啊 而且说人太多了 你们坐下班 他自然会有安全的顾虑 所以他在强谈江 办这个疫诊 办这个疫度以后 没有传难过 没有发生过传难 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